实在是难以置信啊 当俘虏竟然这么幸福 有官当有钱花甚至还给送老婆 为什么在古代当匈奴的俘虏能这么快乐呢 常言道啊 胜败乃兵家常事 可一旦失败就有可能沦为获胜风的俘虏 古时候可没有优待战俘这一说 所以俘虏的下场一般都很惨 但凡事总有例外 就比如在匈奴那里做俘虏 不仅不会被杀 还能享受很优厚的待遇 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大家印象里的匈奴人啊 都是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的野蛮人 他们思想文化落后 靠着游牧打猎生活 经常侵犯中原的边境 多次挑起了战争 搞得不少地方百姓生灵涂炭 民不聊生 这呀也就导致许多汉人都成了匈奴的俘虏 而这些俘虏不但不会遭受虐待 匈奴还会给他们官职 送他们钱花 更有甚者还会给他们找配偶 例如啊 被俘虏的赵信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当时赵信与匈奴作战失败 带领的所有将士尽数覆灭 他自己啊 也不幸被亲 被带到了匈奴的地盘上 但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 面对着好不容易抓到的敌人 匈奴并没有对他进行残忍的虐待折磨 反而还给他封了王 刺了他很多钱财 让他成了匈奴中的贵族 得到如此优待的 还不止赵信一个 李玲被匈奴俘虏后啊 也享受到了同样的待遇 李玲作为汉朝的将领 替汉朝和匈奴打了很多年的仗 杀了匈奴很多的子民 他本以为自己被俘虏后 匈奴人会使尽浑身解数 折磨自己 最后再杀掉他泄愤 却不曾想啊 匈奴不但好吃好喝的供着他 还有意将高贵的公主嫁给他 那李玲自然是受宠若惊 十分不解呀 但随即就义正言辞的拒绝了 因为李玲对汉朝忠心耿耿 不愿背叛汉朝 面对匈奴的这些唐一炮弹 他是铁了心的准备抗拒到底 一心想要回去和自己的亲人团聚 然而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当时的皇帝得到了 李玲已经背叛的假消息 一怒之下 直接灭了李玲全族 即使后来误会解开 皇帝想重新赎回李玲 让他回来继续效忠汉朝 但李玲却早就已经心灰意冷 最终答应了匈奴人的请求 成为了他们的将领 匈奴人也真的信守承诺 把公主嫁给了李玲 将李玲当作了自家人 对他十分的看重 李玲也开始心甘情愿的 为匈奴训练军队 彻底成为了匈奴的一份子 无独有偶 汉朝使臣张谦出使 匈奴也被匈奴看中了才能 想要收为己用 为此甚至把他扣留在匈奴 不放他回汉朝 这帮匈奴人不但派人 给张谦送了许多的金银珠宝 并且还许奴给他非常高的官职 还经常找人对他进行劝说 但是张谦一直都不为所动 哪怕最后匈奴绞尽脑汁 让张谦在匈奴结婚生子 也没能把张谦留下来 张谦两次出使匈奴都被俘虏 但一直都不曾改变对汉朝的忠心 除了优待这些人才 其实匈奴对待普通的汉朝百姓俘虏也算不错 这也导致不少汉朝的百姓 自愿到匈奴来 也不为别的 只是因为在匈奴找配偶非常的简单 匈奴的女性啊比较多 而且由于匈奴是游牧民族 崇尚恋爱自由 不受三叔六礼的约束 汉人男子很容易就能在那里找到另一半 而且啊还会因为身份受到很多的优待 那么匈奴为什么要优待汉朝的俘虏呢 其实他们也是有着自己的考量 直接原因就是匈奴的人非常少 匈奴人生活在草原边疆 生活环境恶劣 这也就导致他们的人口增长率非常的低 尤其是和地大物博 人口众多的中原相比 所以啊他们一旦抓到俘虏 不会先想着怎么把他杀掉 而是想着怎么才能让他在匈奴 繁衍自私 壮大匈奴的族群 人多力量大呀 古代都是冷兵器作战 哪一方人多 哪一方作战时的胜率就会更大 匈奴人的族群界限 但观念淡泊只要是在匈奴部落里出生的孩子 那就是匈奴的一份子 他们啊就会把这个孩子 当成血脉纯正的匈奴人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匈奴本身的思想文化非常的落后 生产技术也不行 和汉朝相比 可以说是相差甚远 他们需要吸纳汉朝的人才 学习汉朝的生产技术 一旦看见汉朝有才能的人 或者是非常厉害的将领 匈奴啊就会想把他们收为己用 所以在作战时 他们经常想要升勤一些猛将 将他们带回匈奴 再学义高官后路 好让他们能死心塌地的为匈奴做事 比如 匈奴人对汉朝的将领李广 就垂涎已久 李广和匈奴作战时 失败被擒 三分五次挣脱逃走 匈奴人也不敢将他打伤或者杀死 最后啊 还因此让李广找到了时机 偷偷逃跑了 真是不得不让人感慨一句 陪了夫人又折兵啊 但是不得不说 不管哪个朝代 只要优待战俘呢 对自身都是有好处的 既可以收获一个好的名声 又可以获得时机的利益 何乐而不为呢 好了今天的历史就讲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疑问 欢迎在屏幕下方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吧